台庆劇《星空下的人意》 自開播後引起大家關注 無論是演員的演技爆發 還是故事情節 都令不少觀眾動容 特別是家裡有小朋友的觀眾 都說哭得不敢看 而劇集更是出名 閹尖的內地平台豆瓣網 都給了一套劇9.1分 相當高分 還連續奪得兩週的 話語口碑劇集榜第一名 這日劇中演員何依婷 張寶儀 林靜峰 林子超 黃碧蓮 吳嘉儀 小童星林靜雯 就化身成為電視台一日導遊 帶著潔節性硬化症的患者 和他們的家人 遊覽電視城古裝街 開開心心玩一日 雖然是七位演員一起帶團 不過真正的領隊 其實是阿峰和子超 他們兩個的落力表現 都得到大家的高度讚賞 我最興奮的是我們今天兩位導遊 真的很厲害 好像是阿峰陪著我 他的Gag真是靜得 你不是有做好多研究 關於電視城裡面的任何景點 主要是阿峰的 我就附和他而已 我們好像今天才知道走哪裏 剛剛才知道走哪裏 但很厲害 全程是沒有停過後 整個好像旅行團的行程計劃 因為我們都有一間24座的小巴 但我們怕走得不太方便 天氣怕熱 所以我們每一站停下來參觀 所以其實感覺真的有點像是他旅行 都挺像的 劇集到現時為止 引起最大討論的 就是上星期播出 患有遺傳性結節性硬化症的 小童星林靜文 哭到私心裂肺 敢送別媽媽吳嘉儀的場面 小童星林靜的演出一致被激讚 雖然舞女情 就只是在劇中發生 不過在現實中 阿七童林靜的感情一樣好 這天連穿衣都好像夾過一樣 你故意刻意夾過來 你說呢 是啊 早上已經夜媽媽通知我 我問你想穿甚麼衣服 我說我就來 她立刻在衣櫃找一套衣服 拍照給我看 你剛巧又有差不多風格 很厲害 果然舞女心靈相通 有甚麼感受啊 今天 很開心 你之前也有經常來拍劇 那時也有經過 有經過 但是其實我沒有拍過古裝劇 是不是很期待啊 自己都如果有機會 你想做甚麼角色 古裝劇 將軍的女兒 張軍的女兒 通常將軍的女兒是美女來的 一定是